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主要是航拍机 我们就借了航拍机的镜头 就可以很清晰地拍摄到 煤气立管的状况 例如它有没有生瘦 在航拍机上除了镜头 还安装了雷射叉量仪 目的是要更加准确地探测 喉管有没有出现渗漏 用了无人机去检查我们的煤气立管 大约半天的时间 我们就可以检查到一座大厦的煤气立管 过往大厦喉管的安全检查 技术员都要逐家逐步入屋 用目测的方法 加上手提插漏仪器检查喉管 往往要动用几十人的团队 现在利用新科技辅助 不用入屋 省了不少人力 如果以前的方法要完完全全 百分之百检查整条的煤气立管 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可能的 又或者要用上几天的时间 才可以大部分检查到 在企业的成长来说 科技化是一定必然的 因为科技可以提升我们的生产力 也可以将更好的客户服务提供给人客 冯文杰是这间公司的策略及创新总监 他说企业要不断创新 才可以适应时代的转变 香港现在的转变就是 劳工密集的工作是越来越难找人做的 所以一定要将科技加上学识 加上一些新的知识结合了 就可以令到我们的劳动力提升 而用的人可以少了 他的部门在2017年成立 转门策划一些创科活动 他说企业科技化是大势所趋 公司鼓励创新 不少现在使用的设备 都是由员工亲自发明 这部复修地下喉管的机械人 是利用了电力和压缩空气机去推动 也具备普通光和红外线的镜头 在喉管这种禁门的环境下 就可以用不同光源 精准地提到要切割的位置 而除够配件 我们就需要用到这个技术 避开一些人烟囚密的路段 然后去到一个人流稀少的路段 去进行开画 然后将机械人放进去 遥距去到需要切除的位置 去做一个简单的流程 就可以克服到以前做不到的工程的问题 在我们身旁这个是一个很繁忙的马路 尤其是现在是天桥底 声音会特别响声 我们在开机前和开机之后 差别都不是很大 我们觉得也是一个很理想的水平 自家研发的机械人 除了方便工作 亦都会兼顾使用者的安全 以及减低对周边环境的影响 就好像这部遥控挖漏机 建设员不需要坐在上面操作 所以整个工程范围都可以用架音杂五边围风 就好像密室一样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做夜间工程 最主要针对的就是噪音 当我们的噪音如果符合得到 我们部分很赶急的夜间工程都可以得以顺利进行 如果我们要用这个挖漏机械人 它的噪音可能会超出了一个限制 有了这个隔音罩之后 就可以令到我们将原本大概九十多个分费 可以减低到大概七十多个分费 我们站在路边的声浪都差不多 所以这个可以令到我们更加多的夜间工程 可以得现顺利做得到 这么多年来我们在香港 整体对整个集团得益已经是超过五亿的 我们也都将这个概念带到国内 国内推行了五六年 其实他们当中的有盈得益 也都是达到五亿的人民币 最终研发另一个无盈得益 就是令到公司比较容易吸引人才 变相增加了持续发展的本钱 如果我们借助科技 再加上机械人 加一些机械的帮助 其实很多大学不如生 或者工程师进来 他将他们的学识 应用在控制方面 应用在机械人的设计 就可以令到我们的劳动力提升 而用的人可以少了 面前有这只四脚爬爬 并不是一般的机械动物 科学家正在尝试利用它 去解开一个二亿九千万年前的迷团 化石可能大家在书本见得多 但究竟几亿年前 活生生的动物 它们的行动方式是怎样的呢? 这个仿真机械人 是由Orobotis种动物 作为南本所制造 利用它们的脚印 加上逆向工程 推断出它们真实的暴态 帕林宏堡大学的生物进化学家 尼亚卡图拉就相信 这种出现得比恐龙更加组的动物 是绿地直追动物进化的关键 我们需要知道 这种肺炎Orobotis 是一个绿肺炎的肺炎 为了解的生物的肺炎 所有栽培的肺炎 所有蜡蜡蜡蜡 包括所有的独猎 以及所有的独猎 以及今天的肺炎 都回到一种组织的和组织的方向 这种肺炎是一个很近的朋友 如果您想说 一种独猎的伴侦 最组织的和组织的织的 他就說其中一個研究古生物學的困難 就是沒有辦法測試任何理論 但藉由這個機械 他們就發現史田生物的活動模式 可能同事填設上的有出入 他就說雖然沒有辦法進行比對 他確認機械和史田生物的暴態是否完全一樣 但他對於機械的質素很有信心 亦都相信已經找到很接近真實的結果 漢幕持續了8年 機械人的造價大概為港幣20萬 研究團隊希望藉由他 繼續了解其他史田生物的進化史